当下我们都呼吁大家,领养代替购买,那么领养回来的兔兔,会只记得钱主人吗? 关于这个问题大家可以放心,兔兔是否把你当作主人,主要取决于你对兔兔好不好。 只要能善待他们认真对待,不随意抛弃,兔兔对主人的记忆可以持续一辈子。 但是如果在相处过程中,对兔兔冷漠随意敷衍,只要离开之后,对我们的记忆就会消失。 因为兔兔脑容量相对较小,他们能记住的东西非常有限,兔兔养一到两个月才会认主人。 大部分性格温顺的兔兔可以通过给他喂食来增加熟悉感,并经常清理打扫笼子卫生,经过一段时间就会慢慢认识主人。 熟悉彼此,兔兔主要靠气味来分辨主人,多花时间陪伴他们,让兔兔熟悉你的气味。 很多受过虐待被抛弃的兔兔,大家可以给予更多的耐心和关爱。 在温暖的新家里得到治愈,他们会更亲人更懂事哦。 领养代替购买,关爱每一个小生命。 关注我们,每日更新小宠一集,我们下期再见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呢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